今天下午进行的上海生花队主场迎战四川全星队的比赛 由于在第一回合中生花队客场以2比1取胜 因此这场比赛中生花队打的是非常的轻松 上半场比赛中生花队率先由外援弗拉维奥以及投球射门攻入一球 整场比赛全星队的后卫屡屡犯错 在失去第一球后不久 他们又被对方的32号再次攻中一球 这脚射门打得十分刁钻 球直贴球门的右侧立柱入网 最终上海生花以3比1战胜了四川全星 率先闯入四墙 另外北京国安队主场迎战辽宁天润队 前卫环岛队主场迎战大连万达队 八一队主场迎战鲁能泰山队的比赛目前仍在进行当中 好 观众朋友 这次的票选中堂尾凯选 虽然跌过党中心为规划人选全数上榜 但是选前受到精神效益